拿着 不是扣我的 也不是扣我的 大哥呢 刚才不是你拿着吗 我已经交给你了 我是老阿飞 外号叫打飞机 你以后跟着我 我罩你 到时候收入了黑社会了 你现在身上有没有三十六块六啊 只有六毛钱 一知道就行了 那老大赏你的 谢谢老大 先不要叫老大 你走过去捅他一刀 捅完天资格当我的小弟 你一定没见过这么有前途的亮摆 作为社团里的核心成员 阿飞平日不仅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有时还要帮隔壁老王打磨打磨开山刀 只见他顺势从桌底拿出一块磨刀石 熟练的操作让人感到心疼 而阿飞的副业却不仅限于此 为了养家糊口 阿飞白天帮二叔送送面子 夜晚帮三就买和鱼子 虽说在这么一个不平凡的家庭中长大 但阿飞却很注重学习 以至于将来花费二十年的时间 在香港地下室回摸爬滚打 最终出人头地 刚出门不久的阿飞瞧见了一帮混混 找一个小商贩收起了保护费 一言不合便掀翻了她的摊位 谁知商贩转头便给了自己儿子一个大嘴巴 把肚子里的气发卸在她的身上 这一幕恰巧被搞副业的阿飞看见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阿飞 那你想不想威风啊? 想哦 你有福啦 我叫阿飞 外号就打飞机 你以后跟着我 我造你 那是老大 那是不是就入了黑社会了 你现在身上有没有三十六块六啊 只有六毛五千 阿飞二话没说便拿走了铜板 随后更是从身上掏出一把小刀递给了阿飞 直接以大哥的口吻要求她 对刚刚欺负他们的小混混头上一刀 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他们 于是年少无知的阿飞竟直送了上去 对着混混的牛仔布中间位置就是一刀 干完坏事的阿飞回去给阿飞贵报了工作 而阿飞拉着她头也不回的就往外跑 从这以后 飞机组合横空出世 长大后的二人也一起加入了社团 今天的任务便是给社团秘书家伙 可谁知一步小心 兜里的家伙散落一地 更倒霉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巡逻的警察打了个阵阵 但两人天生机灵过人 谎称是拍摄电影所需的道具吧 接着还不忘在警察面前秀了一段武术刀法 最后更是化身孙悟空 发了72个跟头后才算是打消了警察的怀疑 很快 二人来到社团分发了武器装备 紧接着帮派老大带头冲锋 两大帮派正式火拼 而飞机组合却惬意地喝起了下午茶 自己老大被人追杀朝他们的方向跑来 可他们却装起了陌路人 以至于老大被当街砍死 领了盒饭 镜头一转 老大的葬礼十分隆重 各路小弟纷纷前来吊咽 阿飞和阿姬也不例外 就在众人悲痛乱分时 阿飞无意间瞧见老大遗体上的首饰 于是 老大 这么化的 你那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又不是这个老话 想到你要在扬名的时候你就 就 阿飞 精湛的演技配合响亮的声线 自然引起了在常人的共鸣 才三天呢 他真是感情丰富 阿飞 是阿飞 是你疯了你 阿飞 老大要跟我说 好 是 是 你那是什么 老大说什么 我只是一点点心 老大你不要这样说 阿飞 我们走吧 实在看不下去的阿飞 拖着阿飞就是往后退 而阿飞也顺利的偷走了老大的视频 夜晚 兄弟二人带着首饰来到了当铺 可当铺老板却是个狠人 一眼便瞧出阿飞拿出来的首饰是冒牌 你那大哥的老婆啊 昨天晚上早就拿来上吊了 真的 这个史密斯真的少了个S 聪明 还认识英文字母S啊 阿飞阿摩啊 看不出来大嫂居然是这种人 那就放在换个大嫂了 画面一转 本想加入香港最大社团观工门下的二人 却一门槛太高未能入选 于是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刘备门下 刚入社团便干起了美团外卖给刘备送上了厂子 就在这时 一名小弟上报 他们在波兰街的厂子被观工的人砸了 刘备听完怒拍桌子 准备组织社团开始反击 当刘备叫到阿飞二人名字时 却只是安排他们去给自己 远在元朗的亲戚送去板牙 正当二人感到不被重用之时 外面的小弟又传来消息 刘备的库里男似乎被人动过了手脚 仅身起见自然是由小弟前去试驾 作为心愿 阿飞当然不让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开门上车 见没什么异样 便慢慢地将车道回到了刘备跟前 见自己的爱车没什么问题 于是刘备便放心地上了车 可没想到车门锁力马锁上 汽车里传来了欢光的声音 我会很小心啊 拿点 哎不是扣我的也不是扣我的 大哥呢 刚才不是你拿的吗 我已经交给你了 哎呀 大哥对不起啊 大家赶快围起来啊 为了防止大哥的骨灰被大风刮走 阿飞立马招呼弟兄们围坐一旁 可谁知他话音刚落 一阵妖风突然袭来 直接让大哥当场灰飞烟灭 而让你不会想到的是 这已经是他们兄弟二人 客死的第二个老大了 但这依旧没能打消 二人想混出名堂的决心 于是很快他们便 败入了第三个老大门下 而这次他们的老大眼光不辣 一眼便瞧中了 二人口水如簧的能力 于是便派他们去完成收账业务 为了彰显自己的黑社会气质 阿飞在阿基的帮助下 绘制了一身彪悍的纹身 有了郭坚龙的加持 二人肆无忌惮地来到社区菜市场 看着乡亲们对他们平头论组 兄弟二人还以为 对方是在欣赏他们傲人的身材 这下可把他们得意坏了 很快他们便找上了 这次的收账目标黑牛 奈何对方竟是一个体型瘦大的屠夫 但飞机组合依旧保持冷静 在说明来以后对方却不予理会 反倒是将房间的冷气调到了最大 没一会兄弟二人便被冻成了冰雕 眼看收账任务有些坦坷 可阿飞碰巧却将口袋里的关公圣火令掉出来 黑牛见到令牌后大惊失色 连忙声称欠款一定在规定时间内如数奉上 看来关公的名号还是在江湖上最响亮的 紧接着二人赶往了第二个收账地点 可开门一看 对方竟然是阿基的二叔 而如今二叔早已被债务逼得跳楼自尽 家里剩下的仅仅是二婶独守空房 阿基不忍自家亲戚过得如此悲惨 于是他让阿飞拿出些钱才帮助一下二婶 可乃至阿飞一不小心 竟然将刚刚收来的账款通通掉出来 没有办法 二人只好含泪将所有账款拿给了二婶 如今身无分文的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回社团总部交差 可下一幕却让二人惊掉了下巴 原来社团内有不少小弟因为收账不利而被当场制裁 有的被罚跪钉板 有的则被剁去几根手指 然而这些小弟只是私吞了社团几千块而已 而飞机组合足足欠下的可是三万多块 看来此次他们是凶多吉少 但阿飞终究还是不肯放弃 他希望能凭借自己的三寸不乱之蛇将老大忽悠过去 可后者和前面两位老大并不一样 很快便试破了他的计谋 为了承接二人 他命飞机组合互统三道才肯罢休 没有办法 两位影帝人物只能现场给他们表演一段动作戏 就在这时 屋外的小弟传来噩耗 江湖上文丰丧胆的关公早已带人将他们社团包围 虽说老大对关公的名号也心有余悸 但他依旧招呼小弟带上家伙出门影帝 可谁知下一秒整个社团的小弟一哄而散 没了帮手的他只能跪着爬到关公面前祈求活命 可谁知关公并不打算饶他性命 随着招牌圣活令的丢出 兄弟二人的第三个老大也当场女命 从那以后 飞机组合的名号也在业界打响 如今更是没有社团敢收下二人做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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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生存 兄弟二人只能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 听公司名字或许很高大上 但实际上却是干着搬家这样的累活重火 正当二人抱怨着生活不易时 他们的黑社会仕途却迎来了转机 因为香港最大的社团老大关公找上了他们 眼前这个感受飞机双煞做小弟的男人正是香港顶流关公 不久前他找来的风水大师阿胖 后者告诉他近些时日有一场劫难将至 为了改变命数 他不枉花费大价钱也要将江湖上臭名远洋的飞机双煞请来 目的则是已毒公毒 保证自己顺利渡过难关 拿点钱去装摆一下 以后一个窗户的一个灯牌的 为了欢迎兄弟二人加入社团 关公大百宴席召集帮助 在他一番激情演讲后 等待兄弟二人的辨识特殊的入会仪式 只见阿飞和阿基纷纷戳过小纸朝碗里逼入仙训 和关公却不然 没有办法 兄弟二人只能硬着头皮将碗里的水喝掉 从那以后 阿飞和阿基总算加入了香港最强社团关公的队 而后者也如同风水大师所料想的一样 平日出行犹如神助 过马路不再需要等待狐狸灯就很通行 高空坠物发现他事也不刚好厉害 可正所谓高树不胜寒 如今感觉自己天下无敌的关公却凡尔赛了起来 为了摆脱痛苦 他竟然打算取枪自尽 阿飞二人见状连忙上前制止 毕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明镇主二人的老爸 他们可不想再次流落街头 可哪只关公还是执意开枪 但枪想过后 老笑的竟然是那位替他算命的风水大师阿胖 有此装卸天气 没怎么杀我 他该死 这个太平阳心 可能紧紧走快会下雨 而这种脏活泪活自然是由关公坐下退出位的飞机双煞莫属 直接二人驾驶着批发艇满到太平洋中央 就在二人提到将阿胖分尸之际 他们却用力过猛将船凿出一个大窝窿 我那边又有一个洞啊 进水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怎么办 想办法呀 你快放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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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一早 阿胖的尸首顺着海水冲到了浅潭 市民发现后立马选择报警 在警方的一番调查后 立马将嫌疑员锁定在了飞机双煞的身上 于是正当兄弟二人下楼出门时 他们就被警方当场带领 来到警局的二人却很讲义气 面对旁问他们闭口不言 一时间警方也束手不策 就在这时 警司想出一招万全之策 他们假意将飞机二人释放 并通过舆论媒体的力量散播他们一与警方合作 充当污点证人指控关公 此时关公正悠哉悠哉地吃着至尊披萨 看见这条新闻后他怒发冲关 直接一喷子将飞机款潮红电视帮了吸碎 反观飞机双煞这边 他们对此却毫不知情 自以为他们守口如瓶会得到关公的赞扬 可乃至电话那头的关公却对二人一与臭骂 我们没有出卖你啊 啊 你跟他说 哎哎老大 我们是你最亲密的手下 我们怎么会呢 哎呀 你讲不清楚 我来来来讲 老大 我们不是那种人 我们没有 紧接着 关公发动社团的力量 对飞机二人进行全程搜 就连街边道路都设立了关卡 目的便是让二人逃无可逃 走投无路之下 飞机二人只能找到当铺老板波哥 希望对方能给予他们些许帮助 尽管波哥不想招惹关公这些事 但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 他还是为兄弟二人提供了不赏枪支弹 而如今的形势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于死网破 于是装备好武器后 他们给关公打去电话立下战书 决战地点选择在一间废弃的仓库 很快关公的小弟驱车打开 二话没说直接两发火箭怎么招惑了我们 飞机二人的坐驾当场暴废 情急之下他们只能躲入仓库内部 开始运回战水 随即他们开始翻找铺里波哥提供的武器弹药 可谁曾想到兜里全是一些过期产品 这下二人彻底绝望 面对关公小弟的包围 他们只能选择器械投降 可关公却依旧不可放过二人 无奈之下兄弟二人只能死马当不满一 将手中过期的守雷朝对方丢去 虽说守雷没有立即爆炸 但当子弹打中他时还是能引起爆炸 顿时阿飞心生一计 他直接将一包守卫抛向了空中 而关公的小弟直接扫射过去 瞬间引爆将他们炸得灰飞烟灭 原来他们枪里的子弹夹也在那个背包里 瞬间二人高涨的情绪又跌落不定 如今他们的枪里只有一枚子弹 只能寄希望于能瞬间秒杀关公 可哪知阿飞刚射出的子弹关公竟选择不躲不舍 随即后者接连后跳 硬生生地将子弹接下而毫发无损 这下兄弟二人是彻底没招了 他们只有拼命朝仓户外跑去 就在这时 波哥驾驶着一辆吊车打来营救 阿飞和阿基顺势丢出手里的手帕 盖在了关公脸上遮挡事情 而波哥则操控吊车将后方的集装箱丢下 恰好将关公埋在了底 就这样 飞机双煞再次手认自己的第四位老大 至此影片结束